大家好,我是Aster,歡迎來到Maison S 我今天會和四位L-Girl教大家table manner的提示 你們好,我們現在開始和大家示範一下四個table manner的提示 第一個table manner的提示就是餐巾 你坐下的時候就可以首先把餐巾圈放在右手邊 餐巾用的時候可以對摺三角形 然後放在膝蓋上 抹嘴的時候就輕輕地抹自己的嘴 第二個提示就是麵包 拿一個我們自己想要的麵包 而不要在這裡揀來揀去 拿完之後我們可以交給下一位 就是用一個牛油刀 把它放在自己的碟上煎 設計的牛油刀不是用來切麵包 把麵包就是用手撕開 最好就是一口大小 就一口吃光 就不要在這裡像麵包 餐具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從外面到裡面 我們拿起叉的時候 叉頭是要向下的 不是用橙的方式 然後拿食物上來的時候 是用叉的背放上來 接下來我們就說湯的提示 其實我們喝湯的時候 是由內到外去塗湯的 我們在邊邊吸湯就可以了 我們用餐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喝到紅白酒 酒杯一定是放在右手邊 水杯也是的 我們拿酒杯的時候 就是用兩隻手指 拿著酒杯的這個位置 想聞一下酒香 我們可以放在桌面 扶著底底 前後去綁搖一下它 拿起聞一下 喝完之後放下 我覺得作為一個現代女性 只是有外臟美並不足夠 要做到內外兼備 言談的收養是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學識正式的餐桌禮儀 不僅是對場合的一種尊重 亦是提升自己言談收養的時候 不可以缺少的 !